我们得知一个新的糖鱼分布点 于是在十一月的某一天 我们驱车前往一看究竟 这个糖鱼的家园 是一个十来平方的小水塘 池塘的水 来自四百米外 山脚下的绢绢细流 水质又凉 终于稳定 水塘的底部 只要由石英沙和枯枝落叶 形成的腐制制组成 在这不足一米深的水塘里 有水面至底部组成布满的马糖草 常见叶鸟 黄花里枣 珊瑚伦枣 丝枣 以及一些俗生节节草的木贼 水中丰富的枣类和纵横交错的草根 是糖鱼绝交的产床 岸边负载硬币的环境 也是孵化后的鱼苗对于弃生的场所 同时这样的环境也滋养了许多的小生物 供糖鱼一家大小果腹 这些糖鱼对我们几乎没有戒心 互动起来尤为有趣 又由于它们食性杂 贪食不值节制 往往吃得成长足度 飞头空背的 因此原生鱼爱好者 常精细地叫它白云金珠 鱿鱼漆的糖鱼 体色的蓝色带十分瞩目 不少人甚至认为鱿鱼的颜值更胜成鱼 而成体的表现则有所不同 繁殖漆的胸鱼 与其和鳞片的色彩更加浓郁 且丰富多样 让人植物不可思议 有趣的是 有糖鱼的地方 挑人小巴一般是不会缺席的 一个活动在水域的中上层 一个活动在水域的中下层 这两种鲤鱼类的地底分布 虽然高度交叠 在生态系统的作用 却不能相互替代 事实上 它们各自种群的健康程度 正好反映了两层水域系统的健康程度 多样的物种 交相归影 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维度 在这样的池塘里 糖鱼的生活是相对稳定 安逸的 根据我们的昼夜观察 除了一些找虾和水菜 没有太多的掠食者 丰富的微生物 足以维持这个种群正常的繁衍 但从重项的发展机会来看 则要消极得多 水塘的上游即是源头 除非人为开挖 否则没有任何缓冲区 而池塘的下游 则十分凶险 从那里开始 树条滋流 开始汇集成溪流 水面渐宽 水草和藻类的庇护 逐渐减少 大量饥饿且凶猛的吉利刺雕 长骑链和马口鱼 虎视眈眈 司机捕获任何吞得下的小型流 在这些鱼面前 糖鱼没有高贵的国二光环护体 仅仅是可口的一道开胃材而已 因此 单一溪流从空间上 几乎没有纵向发展的机会 那么 很向发展机会如何呢 根据我们的探索 周边的土地已经利用带进 除了种植蔬菜的农田 就是鱼池 家禽 家畜的圈养地 除非人为打造 空间上没有自然横向发展的机会 这个种群 环顾四周 显得孤立无援 通过观察 我们可以知道 事与糖鱼繁衍的自然栖息地 是比较特殊的 更偏向于低海拔的 泥泥的沼泽地 或流动缓慢的 只有丰盛的小支流 再过去 原生的糖鱼深境 犹如一张张拼图交织在一起 风水器互相串门 经营得以交流 枯水器闭门造瓦 满心期待 夏年风水器的到来 并逐步扩散到 更不合适发言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